熊维尼和王子豪看了中年妇女 因为金融卡被冻结无法消费而被带走后 找到了比较安静的座位 两人各自点了日本拉面及韩式拌饭 面对面坐着开心的吃午餐 王子豪问说 东西都买了吗 下午还要去哪里吗 熊维尼淡淡的说 都买了呀 还能去哪里 又不是约会 可以去看电影 喝咖啡 王子豪听到之后 突然张大了眼睛 左手按住胸口 像被人一拳打中了胸口 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熊维尼看到他突然痛苦 一脸紧张地说 怎么了 不舒服吗 王子豪一脸痛苦地说 是的 我一听到约会 我的心脏就觉得快爆炸了 我们是在约会吗 我觉得很难受 熊维尼一听是开玩笑的 低头继续吃东西 一边小声地说 是的 我们是在约会 你继续难受好了 王子豪听到维尼在嘀嘀咕咕着 于是放下了按在胸口的手 回复自然的表情 继续吃东西 一边说 这哪是约会 不就是一起买东西 吃个饭 牵个手而已 熊维尼听到牵个手而已 一口吸起来的面条叉点呛到 张红的脸说 谁跟你牵手了 是拉手 拉手好吗 拉手走快一点而已 好吗 真爱计较 王子豪也不认输 接着说 因为不是约会 那待会去看电影 也是各复各的好了 熊维尼也更不服输 接着说 当然咯 既然不是约会 各复各的咯 要看什么电影 也还不知道 说不定是各看各的 两个人都沉默起来 带着微笑静静地 把午餐吃完 两个人的心思 都快速地跳转 王子豪回忆起了大学四年里 说十次的校园里相遇 他对熊维尼 其实印象中 是十分熟悉的 而熊维尼想起的画面 则是之前 西装店 是装时的监视影片 以及在行政楼晚上 加班查看 王子豪的行程 及曾经走过的组计 用完餐后 两人上楼到了一楼服务台 将刚才买的物品都寄放后 然后一起搭电梯 上了六楼电影城 电影院 有分为大荧幕及小荧幕 大荧幕和传统电影院一样 播放着最新上线的热门电影 可以多人一同享受声光的震撼 也随着剧情一起开心的大笑 小荧幕则是和过去的家庭影院一样 一间小房间一张舒适的大沙发椅 可以和同伴随自己的喜爱 选择新片或旧片观赏 也可以点购各式餐饮边看边吃 每部影片的价格会 随着影片的权力金不同而调整 王子豪和熊维尼一起选择了一部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 因为这部小说原著两个人都看过的 两个人决定一起看这部老电影 虽然小说与电影的描述方式有些不同 两人都被电影里男女主角细腻的感情变化深深感动 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吃着爆米花 电影结束之后两个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对电影的内容阐述着自己的想法 于是两个人就走到电影城旁边的咖啡店 各点了一杯咖啡 继续聊着电影的情节 熊维尼说 我觉得达西先生太揪心了 如果不是伊丽莎白主动开口 这戏不知道要演多久 熊维尼似乎一有所指的是 王子豪太揪心了太被动了 王子豪却说 这不能怪达西先生呀 达西先生第一次主动求婚的时候 伊丽莎白还不知道达西是爱着他呀 何况达西不是说得很清楚 在当时的门不当户不对 有很多条件要考虑的 王子豪心想着 达西这种表面上的沉默 就是让丽莎认为傲慢的原因吧 熊维尼却想着门当户对 熊维尼感觉到王子豪考虑的事情 跟达西先生很像 心情有点失落 毕竟王子豪是豪门家族继承人 家是豪感觉自己配不上他 熊维尼沮丧丢缩 我就觉得达西让一心等太久了 这种猜测对方的心情 感觉很揪心 王子豪回答说 电影就是辗转曲折 才显得动人 猜测对方的心情 就是想念对方的心情 我反而喜欢这种感情的触动 想念着对方心里在想些时梦 虽然揪心 却让自己的心填满了更多的对方 这对两个人感情提升 是重要的过程 熊维尼也赞成这种 思念对方的感觉很甜蜜 点了点头 看着王子豪说 那么你说说看 立西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达西的 王子豪说 虽然立西告诉珍妮姐姐说 是看到达西蓬勃里的豪宅 才开始爱上达西的 我觉得还要更早一点 在原著中有写到 立西看到达西解释的信件之后 就开始动心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爱上达西了 立西有一长段的时间在家里 是有足够的时间 来思考自己的感情的 她应该有回想到 从兵力家里开始 达西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立西的脸上 甚至邀请立西跳舞 夏绿蒂早就看出来 达西对立西感兴趣了 立西应该会回想起这些时光 达西的目光一直看着立西的时刻 立西是聪明的 我认为她从达西的求婚之后 就对达西有了进一步的好感了 雄伟你说 哦 我觉得更早哟 你说的是开始对达西有好感 我觉得是开始对达西的坏印象 从达西说立西 她长得还可以 开始 达西就在立西的心中 占了很大的分量了哟 虽然是讨厌的印象 王子豪说 是啊 有了第一印象 是缘起 也许只是因为在人群之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也许一开始是偏见 原著中立西有一段话说 一个对我冷淡 我就讨厌她 另一个对我热情 我就喜欢她 在经过之后的因缘机会 她才发现 对她冷淡的人一直喜欢着她 而且很绅士的保持对她的感情 才有最后终于有情人成为眷属 熊维尼喜欢这个 有情人 三个字 也喜欢 因缘际会 这样的说法 熊维尼说 我的意思是 从达西出现后 立西就一直把达西当成目标 讨厌的对象 消遣的对象 人们对于无关紧要的人 是不会有这种心思的 就连维汉出现后 他们的话题也都是围绕着达西先生的 虽然立西没有听到达西正面的好话 却也加重了她在心中的分量 所以在达西求婚时 立西可以一五一十 呛自己内心里面 早已封存的感觉全部发泄出来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哟 王子豪又想着 由于达西的傲慢 才让立西对达西的行为产生了偏见 王子豪接着说 在原著里面有一段话 说明达西出现在罗欣斯山庄 是特地去看立西的 达西心中早已被立西完全占据了 一两个月的相处下来 双方都越来越纠结了 要爱还是不爱 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在现代里 相当于论及婚嫁的阶段了 熊维尼赞同王子豪的说法 只是听王子豪 只是用文学作品及电影情节的角度 在评论电影 不知道他和自己是否 也可以套入相同情境之中 他再次嘴角右边上扬 接着说 你算是看过傲慢语片线至少两次了 一次是小说 一次是电影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像达西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吗 王子豪很直率地回答说 应该不会吧 喜欢就说出口 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听到这么直率地回答 熊维尼反而感到不安了 若是不喜欢 肯定是不会表白的 他等了这么多年 难道是这个结局吗 如果有别的可能 只能去假想 他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才会说得这么直率 我再试试看 熊维尼又嘴角上扬了 他说 电影的最后一段 丽希不喜欢达西叫他亲爱的 而是要他叫达西夫人 王同学 如果是你 你会叫你喜欢的人什么称呼呢 王子豪又直率地回答说 没想过呢 我父母都叫彼此老公老婆的 我爷爷奶奶都互相叫名字 我觉得叫名字比叫称呼好一点 熊维尼找到答案了 王子豪答错了 叫称呼才是正确答案 而且肯定的是 王子豪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所以不知道这个称呼所代表的是一种肯定 这个称呼的分量有多重要 熊维尼趁势再挖了一坑 让王子豪陷入 他说 是吗 立西是因为成为了达西夫人 对这个称呼特别有感觉 所以才希望达西这么称呼他 他们两人住在城堡里 从此公主和白马王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圆满大结局 王子豪接着说 看第二次时 早已知道他们两人 一定会有美满的结局 可是世上的恋人自己并不知道 我看过另一部电影等艺人咖啡 里面有一个天使的角色 对着女主角显示了一条 细在女主手上的隐形红丝线 天使说 你们的缘分在那次他撞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联系上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之后你再遇上他 是天生注定的 我只是选择在那个时候出现而已 这部电影有几个画面 都是让彼此更加认识对方的过程 熊维尼心思极为细腻 他不是用系统理性的逻辑思考 而是以彼此感情脉动而说出的词语来思考 他认为王子豪没有记得小时候的事 他也认为王子豪虽然无意 却有心地说出喜欢叫对方的名字 也说出缘分的红线 这都证明他心中是围绕着 喜欢、姻缘、这些念头的 这次的谈话让熊维尼信心大大的提升 他决定在引出王子豪的真实想法 他笑着说 老师说 王同学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熊老板的女儿的 王子豪笑着说 上个月去做毕业穿的西装时 熊老板说他女儿可能会当学校的助教 我看到店里的全家福相片 才认出来是你的呀 熊维尼笑眼眯眯的看着王子豪说的每句话 想到了天使的红丝线 想到了 学思源他主动叫自己为你 他低头喝了一口咖啡后 抬头看着王子豪 也端起了杯子低头喝咖啡 他故意快速往前 靠近王子豪的脸缩 我在想 你下星期还有没有空呢 王子豪被这眼前女生突然靠过来 给震慑住了 差点撒了咖啡 这两个人的额头几乎要碰在一起了 比中午刚来时在车上 王子豪靠近熊维尼时候的距离海境 王子豪赶紧退后枪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 不远的服务员听到桌椅及茶杯的声响 转头看到了这一幕 王子豪一脸严肃 立即议会地说 你几点的飞机 我开车送你 两人四目相对 一起点了点头 脸上带着微笑 服务员看见这甜蜜的画面 也跟着微笑点点头 两人聊到接近黄昏 王子豪彩兽雄维尼回家 请到这里的观众 请记得按赞加订阅哟